好那我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齁 我本身其實跟其他老師可能不太一樣 有的老師可能都是全職都是教復習班的部分 那我個人是還有在做研究 所以我的東西的話會比較融入說現在大家實事的部分 包括現在疾病管制局往哪邊走 或是他們考題的方向 然後因為我本身教的科目比較廣 像是剛剛講的嘛 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學 然後你如果要考好生物技術 我相信生物技術對大家來說應該是最難的一科 我們等一下會講今年的考題齁 如果你不是生物科技系的 你也不是做過實驗的 生技對你來說一定很難 非常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考過 你們如果考過高考你應該知道生技對大部分人來說是最難的一科 微生物反而是 比較好拿分的一科齁 如果就你們去考過的經驗來說的話 因為生物技術的東西真的很廣 而且它每年的變化率非常非常高 然後我本身也有跟一些初題的老師 比較有一些接觸啦 那我會把比較新的一些實事性的題目給你們 像是哪些觀念 然後你們其實也可以看到課本裡面嘛 你們都已經拿到第一本 在細菌的部分會有三本 那等一下會跟你介紹一下喔 三本你可以看得到它的一個 我的編排方式喔 其實第一本對你們來說一定太簡單了 你們就只是聽故事一樣喔 大概介紹一下基本的一些細菌學的一些分類 非常非常簡單 那細菌的話因為前幾年的考題 它是把它分開來考的 它分成微生物跟病毒跟免疫喔 所以是300分 那 微生物的部分細菌的部分會考得很細 包括你的黴菌學會考得比較細 可是現在不是 因為現在它已經把它融成一顆了 所以如果看今年的考題 如果你有去考試的話 你已經發現細菌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而且出題的方向現在也不太一樣喔 以前的話它會考到很細的部分 包括分子生物學裡面的repair system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它考repair system 那一年你會寫repair system 你絕對上榜 因為20分都不會寫 大家都沒聽過對不對 修補系統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修過分子生物學 很難 因為分子 它的修補系統就分成四大類了 NEDA 還有VER 都沒聽過 對啊 對啊 很正常啊 所以 我來上課的時候我比較喜歡說 雖然我只教你們細菌的部分喔 可是我比較 細菌跟黴菌啦 還有一點點寄生蟲 那 我的課大概會有12堂左右 前面8堂我會focus在細菌的部分 那細菌的部分的話 前面兩堂對你們來說很簡單 聽聽就算喔 大概六尾聽一下 看一下歷界的試題 因為我在每個章節後面都會把歷界試題編進去喔 告訴你說 為什麼要上這個章節 因為它就是考過 它就是有考過的部分 那 前面兩堂很簡單 後面的部分的話是非常難喔 就是細菌學的個論喔 一直一直來跟你們講 講它的一個重點 包括檢驗的部分喔 還有它臨床上面的一個重要性 那 就這幾年來說的話 目前的趨勢會比較偏向於考細菌學個論 個論的部分 尤其是它第一個就會問你說 喔 你吃飯的時候 雖然你在吃飯喔 吃飯的時候會導致烙曬的有哪幾隻細菌 常常最近 考題趨勢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問你說 會不小心吃到什麼 烙曬的有哪幾隻嘛 對不對 然後不然就是問你說 喔 腸內菌科 比較重要的致病菌是哪幾隻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抗藥性的部分 抗藥性也是目前比較重要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在微生物裡面檢驗的部分 絕對是非常重要 如何去檢驗 包括在生物技術也很喜歡考檢驗的部分喔 所以你要了解一些 你們好像沒有一劑系的對不對 都沒有 那你多少少要會一點檢驗的部分 微生物不難拿分 因為微生物要背 背完之後要整理 你自己要整理出你一套背的方法 就可以拿分 生物技術不一樣喔 沒有做過實驗對不對 生物技術 很難拿分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考題齁 包括我自己本身在做實驗 我已經做了十 大概有十 十年左右的實驗喔 我做大概十年左右的實驗 我一開始是在做細菌的 我看起來很老了齁 我一開始在做細菌 我在 隔壁的學校嘛 我在成大那邊 那我一開始在做細菌的 後來我就離開成大 我跑到 先去當兵 當完兵以後又跑到中國醫 我在台中的醫院那邊 那我在那邊也是做病毒 我在做HVV的 那我在成大這邊是做感染症 是做細菌 那後來到中國醫是做病毒跟Cancer 那回來 我還是在做細菌 所以我對於做細菌這一塊 滿久了啦 如果你有一些相關的問題 事實上 你可以拿出來討論 包括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跟醫院很多人都有合作喔 腸胃科啊 很多科醫生都有 臨床上面都有合作 所以我會提供給你一些 比較新的一些知識 考這個微生物其實 比較佔優勢的是什麼 是EGC 我必須要講 是這樣子沒錯 他們有臨床檢驗的背景 可是考 可是如果說 你要以整理的功力來說的話 像我今天就考EGC的學生啊 成大EGC的學生喔 我就直接問他說 請問一下 會產生H2S了 H2S喔 請問一下 KP會不會 不會 不會 欸 你不知道 其他人不知道 KP會不會 欸 今年的考題欸 我們等一下要解題欸 他跟我說要前一個小時 我們上半節會解題啊 KP會不會產生H2S啊 不會啊 KP有沒有游動能力 不會啊 20分 20分啊 齁 所以 雖然說他們是EGC的啦 可是我今天考他們 他們都忘光光了啦 你不是臨床背景的 就是你不是在醫院 繼續做醫檢師 或者是說 你不是在細菌室 病毒室 病理部的 基本上忘的都差不多 大家起跑點都一樣 只是他複習的速度 會比較快一點點而已 可是如果你記得 一直複習的速度 怎麼講 一直複複習的 比他多的話 事實上你還是可以贏他們喔 那 剛剛講啊 生物技術的話 只可以說 你有沒有做過實驗 我會把它加進來 多少 跟你們講一點生物技術喔 因為我講的生物技術 跟你們另外一個老師 講的生物技術 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他是生化背景的 欸你們有上過他課嗎 有 沒有嗎 余老師啊 有上過嗎 還沒開始喔 還沒開始上 生物技術 他是生化背景的啊 那我是微生物背景的 所以我上的東西 可能跟他會比較不一樣 那我之前在這邊的話 他這邊也常常都在上解題班喔 歷屆的試題班 你們也許也可以跟補習班要啊 要那個歷屆試題 就是微生物免疫的考題解析啊 還有生物技術 你可以跟他要 因為那是去年編給他們的 好那 我們先開始來講一下喔 最近考題的一個方向 請你看一下你課本的 最前面這邊喔 醫用微生物學授課大綱這邊 你可以看到細菌學的部分喔 第一章的部分是先跟你講 細菌學的分類喔 這太簡單了 我們等一下快速帶過 我們今天至少應該可以講到 快第三章了 因為我重點 完全沒有在前面喔 可是他們有考過 所以我們才教 最大的重點在第五章 跟第六章 還有第七章 這三章非常非常重要 看到性怎麼傳遞的 生物技術很愛考 我也生物很愛考 然後第六章 就剛剛講的嘛 烙塞的 會致癌的是哪一支 蛤 會致癌的是哪一支 這有考過耶 不知道 油門螺旋桿菌啊 不是一直在廣告乳酸菌嗎 不是說乳酸菌可以 醫治油門螺旋桿菌嗎 所以你就不會得胃癌 電視不是在廣告什麼 LP33什麼東西的嗎 這樣有印象齁 好那所以 在第六章的部分 我會跟你講一些 臨床上面的一些東西 那時候請你要很仔細的聽 那第七章的話 我把它編特殊細菌跟致病原 這個下禮拜 下禮拜會把書給你們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雖然在病毒學老師 應該會教到你們 就是Pryon的部分 Pryon的部分 如果你有看過利界試體 考的頻率非常非常的高 Pryon非常非常高 另外一些就比較特別的一些細菌 到時候會會教 第八章的話 雖然是免疫學老師的一些課程 可是因為我本身 有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所以我會跟你講一些 相關的一些東西 那第九章的話 我們會從臨床上面的診斷來教 像是在醫檢師的部分 他們會學到哪些技術 那這部分 因為大家接觸的比較少 所以我們到時候 會再補充一點點 那第二本的話 就是黴菌學 黴菌學大概只會花兩堂課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重點了 所以我們考就是那幾支 知道嗎 Candida Abicans 對不對 餓口湯啊 不然就是考說 哪一支會在AIDS的病人裡面 最常看到 大概都是考這幾個而已 那寄生蟲的話 基本上你如果不是考D特的 好像已經沒有在考了啦 寄生蟲你會的就不用太多 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喔 如果你是考一般的高譜 考的跟考D特的 他的命題的範圍有點不太一樣 你只去看D特的部分 他考的題目會比較細一點點 可是如果是在一般的高譜考的 就是你七八月在考那些高補考的話 事實上他考的重點會比較五六七 可是如果D特的話 反而在其他的chapter都會出現 這是為什麼要上其他的一些章節喔 好那 前面的部分 那今年大家有去考高補考嗎 有 有去考 有的有去考對不對 如何 還好嗎 喔 你是考一般的補考 覺得題目好不好 沒有考到這一課喔 喔沒有考到這一課喔 所以生物技術有吧 你是考衛生行政 行政是只有微免而已嗎 好吧 好那 好第一題喔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的部分 考試的部分就不講啦 第一頁的部分 只是在跟你介紹一下說 衛生行政跟衛生技術喔 衛生行政現在考的就是 醫用衛生物跟免疫學嘛 所以你們會有三個老師來上課喔 方老師會上你們的病毒學跟免疫學 那我會比較偏向於在細菌跟 黴菌跟寄生蟲 那一樣高補考都是考這幾個嘛 衛生 醫用微生物跟免疫學 補考的部分會比較簡單一點點啦 那只是給你看一下 然後請你看第二個部分喔 就是醫用微生物學 事實上他也告訴你必考的東西有哪些喔 請你看一下命題大綱 其實他就是出在這幾個主軸 第一個 第一個你看到細菌分類 有沒有他也告訴你說 形態構造生長跟遺傳也是會考的喔 很基本的部分 那如果你不是生科背景 我相信細菌的一個分子生物學 對你來說會有一點點問題在 所以我們會多少跟你講一些 transcription啊 translation的部分喔 還有轉疫後修飾 我們多少會講一點點 以及說如何去做一個蛋白表現 因為 畢菌微生物學跟生物技術是環環相扣的 我們等一下看題目就知道了 然後第二個chapter要告訴你說 滅菌啊消毒防腐跟抗生素 聽起來很簡單喔 可是問題是在抗生素那一塊 考的就很難喔 他直接問你說 西波發生性抑制的是哪一條passway 蛤 不知道 雷波發生性 不知道 每傳到大眾 不知道 都不知道 對不對 很正常啊 很正常真的沒關係 那到時候你就要把每個抗生素的作用機轉 細菌如何產生抗耗性 這些全部都要把它記下來 以及它的抗耗性如何傳遞的喔 這是目前最大的一個考題方向喔 除了細菌學各論以外 那第三個重點我們看到它其實 引起人類疾病的各種細菌 還有致病機轉跟防治方法喔 防治方法我倒覺得還好 各種細菌的一些特性喔 盡量把它背一下 到時候我們再一直一直來講 然後 黴菌分類型態構造生長跟抗黴菌藥物 事實上最近考的都只是考在抗黴菌藥物啦 就ergosterol的一個 inhibition 知道嗎 ergosterol就是它膜的一個構造喔 現在大部分的藥物都是針對ergosterol去做抗藥性 然後第二個重點 台灣常見的一個黴菌疾病的話 還有四肌性感染有哪些喔 這也只有幾隻而已 所以我們兩堂課就可以把它解決掉了 那其他病毒跟免疫就跟我比較不相關啦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講題目的時候 我們會病毒跟免疫的部分會帶過比較快喔 那細菌的部分會講得比較細 事實上我今天下午才在寫這份考卷 然後今天下午利用個時間 我來寫一下這份考卷我可以寫幾分喔 我發現喔我寫這份考卷要拿著20分 要寫得摸摸死耶 我自己都寫了好幾頁耶 一體而已寫兩頁 A4的 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寫到這麼多喔 我光是一體要寫到兩頁而且還寫不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喔 在你們101年的高等三級考試喔 高考的這一個部分 好科目醫用維生物跟免疫學 第一題很簡單對不對 其實你如果有去看 我那時候都一直跟今年我補個學生講 你如果去看我去年 欸今年3月到6月上的那一本書啊 這裡面媒體事實上已經全部都講過了 媒體基本上都有教過 而且他其實就是立屆試題再重複拿出來考 我騙你 你在我立屆試題裡面絕對可以翻到 好那 第一題 敘述先天性免疫反應跟後天性免疫反應的差異喔 病原菌活化這兩個免疫反應的基轉 還有哪些細胞是銜接這兩個免疫反應的橋樑 請問一下什麼是Innet Immunity 什麼是Adaptive Immunity 生科的應該會吧 有上過免疫學對不對 Innet 你可能會需要有一點點空間把它寫一下喔 雖然我不會寫很多喔 因為這是免疫學 可是還是希望你把它略為記一下 還有Adaptive 我們一般把Innet Immunity的話 把它叫先天性免疫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把它叫後天性免疫 好 Innet的話 第一個重點的話 請你先把它寫 我現在是在教你解題的技巧喔 你要注意 盡量用表格跟條列式的方法去寫答案 我現在寫給你的是我自己的寫法 它第一個先問你說 先比較它的差異喔 所以請你注意一下 它第一個題目告訴你先比較差異 所以第一個 Innet跟Adaptive Immunity的話 請你看一下第一個專一性 哪一個有專一性 哪一個有專一性 它專一性的部分啊 它專一性的部分啊 事實上在Innet Immunity 它會比較偏向於細菌的一個結構 這邊是比較偏向於細菌的結構 病原菌的結構 因為這邊是細菌學 如果告訴你是結構那還有專一性嗎 沒有對吧 因為每一隻細菌都有 相似的一些結構在嘛 因為它都有Sale War對不對 好 那如果在這邊的話 Adaptive Immunity會比較針對於抗原 什麼叫抗原 抗原就是每一隻細菌它表面所表現的蛋白質 那每一隻細菌表現的都不一樣 所以在這邊的話就會有專一性喔 好第二個 如果讓你來寫的話 記憶 記憶的一個效果喔 Innet Immunity會有記憶效果嗎 它是沒有的喔 好那如果在Adaptive Immunity的話 事實上是有記憶性的 包括你們最常聽到的是什麼 哪兩個細胞 T-Cell跟V-Cell啊 對不對 這個叫什麼 Pasma Cell跟Memory的一個Cell對不對 V細胞 好那 還有什麼重點 請你再把它整理一下喔 有哪些是屬於 Innet Immunity喔 它有哪些成分 它有哪些成分 成分的部分 我不是在跟你講細胞喔 我是講說 以一些其他的血液裡面的蛋白來說的話 有哪些喔 在血液裡面 在裡面的 這最有名是什麼 補體系統 齁補體系統 那 如果是在Adaptive Immunity的話 最有名的 血液裡面的成分叫什麼 抗體 Antibody 好 再繼續看過來喔 這白板真的好小喔 我的天啊 這插黑板要插N次耶 可能肺臟會先有問題喔 好那 請問一下 如果是以細胞的成分的話 有哪些 參與的細胞 在Innet Immunity主要是什麼 Marcofage啊 有聽過吧 我一半都是寫這樣子啊 你都不知道的話 巨噬細胞齁 寫英文OK嗎 因為有些其實我不太會翻中文 巨噬細胞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V cell跟T cell 我簡單用一個表格來解釋一下喔 或者是你可以寫Lymphosite都可以啊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第二個他問你說 病原菌活化這兩個 免疫反應的基轉喔 還有哪些細胞是 銜接這兩個免疫反應的橋樑 你知道這一題如果要拿高分你要怎麼寫嗎 病原菌請你把它區分成病毒跟細菌 因為病毒跟細菌所活化的路徑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你只會寫一般的話 你絕對拿不到太高分 相信我 而且我去年事實上 就給補習班的學生給過一份講義喔 那一份講義 補充講義裡面就有畫出整條的Pathway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喔路徑 我們用細菌做代表啊 病毒的部分請教病毒學老師喔 雖然我有答案 細菌的活化路徑喔 好 好 它的活化路徑的話 其實一開始Bateria它本身的一個 Antigen會先被巨失細胞所吞噬 會先被巨失細胞所吞噬 所以你可以寫說它的抗原 或者是它本身的細菌 它一開始會先經過吞噬作用 好 那經過吞噬以後 這時候所吞噬它的就是Marchophage 大部分來說就是Marchophage 那 Marchophage的話 事實上它就可以活化兩條不同的Pathway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上過 它會Release一些釋出一些Synokine 我們把它叫細胞激素 所以在這一層上面的話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Innet Immunity 可是如果在這一層下面 它所釋出的細胞激素 這只是簡答的答案喔 我只是跟你們一些觀念而已 它所釋出的細胞激素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活化 T細胞 尤其是T Helper Cell 然後T Helper Cell又會進一步再活化一些細胞喔 我們等一下還會有另外一題 答案跟這一題有點 有點類似喔 它也會活化V細胞 然後另外一個層次的話 事實上它也會再活化TC cell T細胞 等一下告訴你Synokine的差異喔 那如果是我來寫的話 我可能會畫一個圖阿 可是因為白板真的好小喔 我可能要畫十次才畫完一張圖 我只是給你一些觀念性 怎麼去解答一個問題喔 請你把它的問題拆成幾個層次來看 你看它只問你說 請敘述先天性免疫反應跟 後天性免疫反應的差異 所以第一點會請你用表格 先去整理說 先天性跟後天性免疫裡面有什麼 東西在裡面 所以你在這邊如果是我可能會寫C一點 包括補體 這邊要介紹的話你要寫什麼 這只是檢查給你喔 如果是我可能會寫說 它可能會形成一個MAC 我們把它叫membrane attack compress 對不對 所以它的成分是什麼 C5B6C89 然後它會攻擊 細菌的膜 大家好像在聽玄學一樣 龍柏雄歸免疫學嗎 Altative Passway 我聽過我跟Casco Passway 好 忘記它好了 免疫學到時候老師會上跟你聽 我跟你講 就是你在這邊 雖然表格我寫得很簡單齁 可是到時候請你要把它寫C一點點 當你上過免疫學跟我們的西進學的時候 你要把它寫C一點 補體系統事實上 它會先走三條Pathway喔 這三條Pathway會活化一大堆蛋白 活化完這些蛋白會幹嘛 會形成一個叫membrane attack compress 它會在細菌的表面上打動 直接把細菌給殺死 而且在它 這個形成的過程中的話 它會釋出一些Factor 這些Factor會活化下游的免疫反應 所以它是不是又把補體系統 是不是又跟後面的什麼 Altative又串在一起了 因為它會活化一些下游其他的路徑 所以事實上 一開始都是Innet沒錯 可是到最後一定會活化Altative的immunity 它之間會有一些串連點 所以你到時候要寫 你這邊就要寫C一點點齁 抗體的話 如果你要寫 當然也可以寫多一點 它有分什麼 IGG啊 IGM啊對不對 最早出現是什麼 IG M 好啦 對不起 我講太多了 真的很抱歉 好 那 我們繼續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題目 如果你覺得需要我講C一點的話 你等一下下課來跟我討論一下齁 我可以跟你一題一題慢慢討論這些題目 第二題的話其實也非常非常愛考 這在免疫學裡面叫MHC Compress 他問你說請敘述主要的組織相容性的複合物 MHC的一個特性喔 並且比較他們的類別跟差異 是不是又告訴你比較類別跟差異 所以是不是又要畫表格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問你喔 如果個體間主要組織相容性複合物相似度越高 可以減少 器官移植的排斥現象 所以全體間差異越小越好喔 然後他要你解釋說為什麼 MHC是什麼應該知道吧 護理系的沒有上過免疫嗎 就是很久以前的故事就對了 沒關係啦 反正大家就從頭學嘛對不對 那第一次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有個震撼教育 先跟你們講考題 真的很抱歉 不過讓你了解一下說最近的考題趨勢也不錯啦 好那請你先把它寫一下齁 MHC1跟MHC2 他之間的差異在哪裡齁 第一個 如果是我寫這份考卷的話 我會先把它寫它的組成 所以組成就是它結構的部分齁 它結構的部分不太一樣齁 MHC1它會有Alpha1 Alpha2 Alpha3 再加上一個東西叫Beta的 Micro-Goblin 所以它會組成這樣一個結構齁 你看這是模 然後它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這裡插在上面 然後最上面這邊是Alpha1 然後這邊是Alpha2 我有點不協調耶 我講Alpha1怎麼會寫Alpha2 抱歉我有點崩潰了 這邊是Alpha3齁 這一個東西叫Beta 所以它是一個四元體的一個結構 可是它Anchor在模上面只有一個東西 那另外這一個不一樣齁 2的話它的結構是Alpha1 Alpha2再加上Beta1跟Beta2 好那它的結構都不一樣 它結構是這樣 它是利用兩根插在模上齁 是Alpha1 Alpha2 Beta1 Beta2 所以它組成上面就有很明顯的差異齁齁 好第二個 細胞 MHC class1的表現大部分在所有有核細胞都會有 注意喔 有核細胞都有 有核細胞 好那在2的部分的話 大部分都是在APC APC我們把它叫Antigen Presenting Cell 叫抗原呈現細胞 為什麼一直斷 抗原呈現細胞最有名的就是Marcofage 還有DC DC叫Dentity Cell 叫樹狀細胞 或叫樹圖狀細胞 你不知道可以把它寫一下喔 樹狀細胞 為什麼它們會是最好的APC你知道嗎 因為它們最會吞 它們會把致病原給吞進來 把它切一切 再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抗原呈現細胞 它有在V細胞 請你在這邊再把它寫一下 第一個 ABC 第二個是Vcell 好那第三個喔 它的受體 剛剛我在樓下等電梯的時候是你們嗎 齁好多問喔 擠在那邊 害我走不上來 它的受體細胞的話不太一樣喔 受體細胞的話很好記 MHC class1的話會跟CD8結合 CD8 Positive Cell 然後2的話 它的受體細胞的話通常都會表現CD4 所以 什麼樣的T細胞表面會有CD8的表現 什麼東西 Cytotoxic T cell 對不對 毒殺型的T細胞 這個 Helbert T cell 剛剛是不是出現過 它被活化它是不是會放出一大堆三樓開對不對 所以它通常是活化下有免疫途徑 它是幹嘛 毒殺型毒殺型 它會幹嘛 直接去辨認完就會殺它 所以 免疫學不要硬記你知道嗎 有一些部分可以把它活用 第一個喔 其實大家很喜歡講一個很簡單的東西啦 就是1跟誰配啊 1跟8 那它乘起來是8 那它乘起來是8 這裡2跟4其實乘起來是8 有的人都喜歡這樣記喔 好第二個 請你把它的路徑寫起來喔 先寫作用好了 感覺這樣你們比較容易串 作用的部分喔 CD8是用來清除受感染的系